嬉戏情人节快乐 以后呢 每个礼拜二 杨明会固定来我们节目 那我们今天呢 节目一开始 你要不要吃播 要不要吃一下 不用不用 我吃饱了 要不要喝一下 不用不用 都不用 我们有这个台盐矿泉水 今天我蛮喜欢喝这个茶的 他每次都会放两瓶水给我们 其实节目一开始 我要跟杨明共同的 来诗歌朗诵 以前我初中读小明母中 我是诗歌朗诵般的 但是要有feel 对 但是你要朗诵什么 什么内容 今天有这么 今天有机会的 有这么值得 七夕情人节 谈分手的 今天情人节 这个是分手文 OK好 反正我今天 孤教馆一个人在家 因为我老公带着儿子 到英国和荷兰去旅游了 他们本来 礼拜二早上将回来 结果他们护照搞丢了 哇 所以我今天就单独一忍了 希望他们安全就好 谁令我有感呢 而且又回到初中时期 我的诗歌朗诵般 那个黄光琴呢 谁 好狠心哦 这批歌的 赶快介绍一下 徐耀昌 居然会对徐耀昌有感 好 你先介绍一下 他哪里毕业的 他是来 我跟大家讲哦 徐耀昌哦 是这个头份人 他承认两届头份政政长 然后呢 就选上了立委 然后呢 他的学历 是这个 大成高中毕业 然后呢 考上清明工商专科学校 清明工专啦 专的这个气管科 然后呢 再到中华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 取得管理学硕士 所以完全不是 所以他是林志坚的前学长 完全不是文学院的 可是他这篇写的 他写的我就不相信啦 嗯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是他写的 这个文章一看就知道不是他写的 好 我先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以前徐耀昌 我跑立法院的时候 他一张 他的一个 很有名言 很经典名言啦 来我把那个 那我不能错怪他 以前就有小问啦 来来来给大家看 文学底啊 我吃一公克的瘦肉筋 我也甘之如矣啊 这是那时候 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一度要传出 要开放瘦肉筋 那时候那个 甘之如矣 对也是 也是莱克多巴胺的事情啦 结果呢 那时候他说 我吃一公克的瘦肉筋 我也甘之如矣 哇 这句讲的 深入人 他说只要开放 如果瘦肉筋有问题 我吃一公克都没问题啦 他愿意自己来 亲自吃饭来吃啊 OK 好 回应我们的网友留言啦 说看到自己很开心 而且说 我的今天专画得很好 我跟你讲 你是刚刚有去录影吗 对 我平常自己画 然后到电视台 他们就有专业的专 就帮我补了 然后呢 还有人说主持人 不是都来乱爆料的吗 哪一个 许威廉 你讲我哪一次乱爆料 你讲 把料拿出来 你讲一题 我就回你一题 哪一个是乱爆料的 好 我今天就等你许威廉 好 学耀昌退党全文 是这么写的 从头开始 就很有诗意 我们先来听阿姬朗诵一下 重点啦 不会让大家鸡皮疙瘩 这个叫书情文 书情文 从今天起 我会把党旗 收进我内心 最深的抽屉 光是这句 我已经鸡皮疙瘩起来了 内心喔 最深的抽屉喔 同志们 让我们就此道别吧 天阿 我跟你讲 有人怀念起 当时候 许姓良 离开民进党 他就说 同志吧 让我们在此分手 对 他这 拨弄几个字 同志们 让我们就此道别 他是句点 应该是 道别吧 或是要有那个回音 道别别别别别别别 其实我们的阳明深入红中 他应该去那个司令台 林辰安 想不敢气 他提到 下面真的字字足迹 都很有文清气 他说百年大党是荣耀 也是遗憾 荣耀 荣耀的是我们曾在 金国 蒋经国总统领导之下 大造台湾成为 世界的经济奇迹 对 遗憾的是 我们在密室政治 以及脱离民意的过程中 迷失了方向 失去了政权 让许多 本党优秀同志 因为孤立无援 黯然消失在政治舞台 提早离席 我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其中议员 我永远记得中东景 一年前 走出现党部的时候 那天 天空很蓝 但蓝音支持者的表情 却很暗淡 他拿着自己的文件箱 走出党部大门 回头看着自己的看板 被昔日同志所破 狠心拆下 而且入主宪党部的人 竟然是在2018年宪党大选时 支持绿营候选人的 叛将刘正宏 这叫我们情何以堪 好 我跳了 上次的九合一大选 本党竟然提命一个苗栗线人 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人 把数十年的同志情谊 无情斩断 2024年总统大选 情况有何不同呢 提一个连党内同志 都不认同的人 提一个在韩国瑜选总统时 冷眼旁观的人 提一个在白场公投中 抛弃国民党的人 提一个窃取党的权利 却不肯付出分毫的人 伤透了基层支持者的心 断送国民党的前程 国民党必须要有人扮演乌鸦 来唤醒党的最后一缕党魂 我们这边要进行阅读测验 刚刚听完光琴姐讲完前面这一段 你觉得他讲的这个2024总统大选 提一个党内都不认同的人 那个人是谁请留言 情人节灯明 他没有写名字嘛 请大家请说是谁 在韩国瑜选总统 冷眼旁观 在白场公投抛弃国民党 好我们情人节灯明大赛 好下面继续我快念完了 因为我话重点下面并不多了 你看这个铿枪有力啊 震撼人心啊 我的办公室里永远是一杆国旗 一杆党旗 左右扶持 永不离弃 但是如今党的荣耀与历史 渐渐渐渐的 这不是我瞎编的 他是渐渐渐渐的 这不是文青的文字吗 渐渐渐渐渐的 被遗弃在台湾的正中心 好我再跳 退出国民党是我的决定 国民党人不能再装聋作养 否则辉煌的党史 都将成为历史灰烬 无限唏嘘 好小数决策 含血含泪 含钢含铁 不是这后面四个字我讲了 也要盲目的支持下去 党的前途 可还有希望与黎明呢 收到这纸公文 他讲的那种公文就是 要他说明下架国民党 就是要说明他在郭台铭旁边 讲下架国民党 他不会说明 他给你这个 我直接退党 退党清楚说明 收到这纸公文 我虽有心理准备 但仍感到无比痛心与惆怅 退出我所钟爱的国民党 为党的明天 点亮一盏觉醒之光 纵然 视线亦模糊 但如果因为我的退出 能让本党同志 拨开云雾 看见问题之所在 知晓民意之核心 那我这三十年的政坛纵横 便有了更完美的结局与意义 好 最后又来耍弄了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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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 这就像那个莎士比亚的剧了 Fare will Fare will 好 再会 再会 衷心所愿 蓝 大野狼 蓝天长在 2023 08 20 而且逆元结束 并没有 他后面耍弄了一段 文青笔触 我是徐耀昌 今天 我选择退出国民党 句号 有没有感想 我只有一个疑问 他跟谢点灵一模一样 最后飙的日期 都跟他发文的时间 不一样 他发文是今天 应该是今天凌晨 或是昨天深夜 昨天11点多 那昨天是8月21号 可是他这个是标 08 20 早了 对 现在零一更早 对 这个文字 是在他发文 之前就写好的 所以有一种可能是 他这个文章是 随着那个公文 回给国民党的 但没有还没公开 那他昨天晚上 深夜的时候 把它写出来 那你觉得 郭台铭 郭董说 他不知道 看了新闻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认为 徐耀昌可能 这个公开这件事情 没有让人家知道 他可能是用那个 回那个公文 有没有看到这个公文 所以我写了一个 然后呢 随信 随着那个份公文 退回国民党 今天同台的时候 民进党属性 就是林佳荣的人马 王毅川 他那时候在许姓良 跟民进党道别的时候 就是同志马 我们在此分手 他刚好在现场 他说那时候 他还是小年轻 他那么老喔 他用猜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暗示 他说那一篇东西 很像陈文茜的笔触 所以他认为 他猜的 陈文茜 他现在在帮郭董 所以会不会是他 陈文茜或者是 你认为这个是陈文茜 不会我觉得不是 然后他后面有很多文胆 像浩子哥 他就是一把手 那你看郭台铭 最近的谈话回应 尤其是讲到那个之前 有一个回应 我觉得那个不像郭董 对 的语法 那好 假设不是郭台铭这边 我姑且相信 因为郭董这个人 他有时候讲话 他某种程度 他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徐耀昌那边有人吗 以他的政治圈 打混的这种历练 跟他之前 你讲的他的背景 我认为第一个 做过县长 一定有那种 帮他写稿的人 做过县长的人 他再怎么样 他是县长等级 那他一定有那种 所谓的文稿小组 那这个文稿小组 可能是在地的一些 什么老师 什么什么那种 还是有 在地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地也有 不见得 公关公司 或广告公司 选举过的时候 但是因为像这种 应该是属于 亲信 亲信写的 他旁边有 字党或文胆 他 媒体人 关键在于 他身边的人 不见得是全国知名 哦 徐耀昌是一个苗栗国 大家都说苗栗国 苗栗国 而且呢 他其实他蛮苦命的啦 2014年他选上的时候 是苗栗最惨的时候 他一直提出 你看他里面写 他选上的时候 是马政府最后期嘛 然后呢 整个国民党这个 没有办法正衰起弊嘛 所以呢 后来 后来那个 而且他那时候 我跟你讲 要你这个 这个朱学恒曾经 办过那个十大二人选举啊 第一名 刘正宏嘛 所以他接了刘正宏的棒子 所以那时候整个苗栗是很惨的 那时候我们在跑新闻 每天都在写 那个徐耀昌上任 第一件事情都是什么 人家说百日新增 那时候柯P的百日新增 那徐耀昌是 我百日我要怎么摆脱债务啊 对 他说那个 营养午餐 我扶不出去啦 抽屉一打开都是账务 对对 全部都是债 所以老实说 他以一个 以一个苗栗的县长来讲 这八年 徐耀昌老实说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肯定 他算是把苗栗 从一个 那个财务谷 爬到一个稳定的状况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 没有恶化 所以还是要给他肯定 但是因为苗栗是一个 很奇特的政坛的 一个逻辑 比如说他 他以前你知道 他骂那个曾文学 就限远 对 苗栗是一个议会 二三十年从来没有删过 县府预算的议会 一毛钱都不会删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会乱删 但是你也不可能 会把我们把荷包啊 就是不监督 不监督啊 因为都是自己人 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后来 不会一家亲 后来曾文学 像这种就无党籍啊 或者说时代力量的这些 就是不同的声音进去了 那民进党有个什么 陈光轩啊 或是什么 就有几个 这种比较是 非传统蓝军的议员进去 然后呢 开始 开始这种 炮打你县府的时候 会有一群议员 好了啦 好了啦 不要 不要咨询了 不要咨询了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大家好好讲 好好讲 就是 那个文化就是 议员们会帮 县府 为氏的那种感觉 真的干什么啊 所以 所以这个 我必须要讲 苗栗是个很特殊 在台湾 政治 模式 运作模式 很特殊 因为它没有正脑轮剔啦 对 关键是因为没有正脑轮剔 过去比如说 傅学鹏 毕竟然它是武当级 他还是所谓的蓝军 那在地方的议员 就会分什么 傅学鹏 副派啦 或者是比如说 刘正宏的人啦 或者是谁的人啦 那其实他们 基本上目前 现在蓝军都是 傅学鹏体系出来的嘛 对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有 他的一个政治文化 还有就是说 有很多人 他们不管是照着稿 或者是说 他们本身了解 今天一直在分析 什么苗栗 什么大黄派 小黄派 刘派 我跟你讲 那个名字 跳来跳去走来走去 你都没听过 太复杂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徐耀昌 他本来 有一个连署 他是挺 那个 连名字叫不出来的 那个谢福宏 对 有证据证明 他有连署 就是他原本是 支持第四名 名字叫不出来的 谢福宏 后来七转八转 八转九转 他后来是挺 最后关键时刻 他把他太太 拱去 中东景旁边 然后中东景呢 还有一段就是 推那个 我认为啦 而且我觉得这次 徐耀昌 你看中东景跟郭 是找有连接 我觉得 徐耀昌 应该是说 是中东景这边的力量 就是把他推出来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时期 就是今年五月 徐耀昌是有参加 那个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立委党内初选 然后呢 落败 出选 我一个县长下来 选立委出选 我还选不上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在他们党内 有一股力量在卡他 那个名字哦 说实在的 我从来没听过 对 打败徐耀昌的 没有人听过 好像是苗栗市长 好像是苗栗市长 如果是叫不出名字来的 对对对 那他被打败了 因为苗栗这个政坛 几乎比如说徐志荣 当立委之前 你也没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哦 比如说这个 这个谢福宏 钟东吉 这个在还没有 扶上来之前 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对对 结果呢 他一扶上来 哇 钟东吉以前 哇 他说什么年少轻狂 然后这个 什么把人家肚子剖开 什么 讲得太明白了吧 讲得太清楚 都在电视台 都在直播 都开记者会 讲了什么西瓜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很特别的政治环境 那他因为因为他里面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都会画的情况比较慢 他现在像苗栗最最热闹是那个应该算是那个头粪后龙竹南这一块就是苗栗北边的这一块因为跟科学园区连结 他等于是那个竹科的一扩展的那个那个区块 所以有蛮多那种工程师什么进驻 年轻选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其他很多的乡镇通通都很偏僻 那相对来讲那种传统装脚 传统的这种选战的模式 就很容易变成固定的装脚 固定的绑装 然后客家装又很保守 所以就是通常就是那种资源分配啦 然后呢大家讲好啊 有饭吃大家有饭吃有资源啊大家就很好 都是看谁是先人 你知道以前那个民进党有一度 因为民进党在苗栗一直没有办法打下这个盘嘛 那有一度是那个你觉得陈维廷要下去 因为陈维廷是苗栗人 他本来那个时候太阳化学运结束 他要下去苗栗选立委 因为他郑重刘震宏 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等于是对抗刘震宏的嘛 结果呢没想到他那个莫奈 有没有习兄的 怎么记性这么好啊 前科被弄出来 哎呀 一开始那时候陈维廷还觉得只有一次没关系 本来还想说没关系 结果没想到又被爆一个 他本来是有一个是在那个大学生 在客运上面的 结果后来网路上又跑出一个台北 说他读建宗的时候 在捷运上对他习兄还留 还拍下他身份那个学生证 陈维廷对所以说变成他累贩 这太糟糕了 陈维廷才退选 所以陈维廷后来退选 后来那个吴怡珍就上去了嘛 吴怡珍本来是不分区 可是因为他是苗栗他客家人 他客家话是讲的蛮好的哦 你在客家区如果不会讲客家话 不用选你不用选 然后呢因为他们分三线海线嘛 海线基本上是比较闽南为主 那三线就是都是要客家 结果呢那个吴怡珍进去哦 他说他那时候去跑地方哦 地方都只跟他讲一句啦 我们这边不是分蓝绿啦 但是我们不会投给民进党 你想想看嘛 以前就算蓝赢分裂的时候 你像那个何志辉跟另外一个分裂的时候 两次分裂哦 蓝的分裂 最后还是蓝的当选 对 谁为记谁出去 最后这个民进党会跑在第三名 以前啊 你就要中东景是嘛 我听说中东景真是哦 又有钱他真的很周到 所以2018以后民进党就改变策略 对 改成直接找那个应该是2016 2016立委之后 他们就直接找徐定征 徐定征就是原本是蓝军的 撤反 我直接把你撤反 对 就你这地方你已经有势力了 我直接让你变成我 跟你一开始用五党集选 选的不错 合作 然后这次是变成是加入民进党 用民进党 他还他就可以有他的盘 对 但是呢 比如说你这个你这种直接有这个叫县城的哦 你直接拿过来用哦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这个选了两三次没有选不上 用挂民进党选不上 他也不要了 因为资源都是花我的 那你民进党也没花多少钱啊 最后都自己啊 好我不要了 我不选了 好 结果你又断层了 对 那民进党现在当然刚刚有网友想了 现在就要培养 曾文学 对 曾文学就是那个赖品渝的这个好朋友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个名字很熟啦 对 那我们就看到说里面哦 就是我们刚刚是开个小玩笑 因为这真的是文气十足啦 这不得不讲说 诶 谢点宁就没有这篇 对 对 谢点宁写的 谢点宁插在篇 写的就很简单 对 就是一个平铺直速的退党声明 他不是书情文 嗯 其实我昨天很早看到这篇的时候 我对薛耀昌刮目相看的 因为我觉得除了文气之外 我觉得他刀刀见骨打动人心 大家都直入核心 你看他写的最好的一部分 绝对不是什么蒋经国什么 经济奇迹啦 什么黄金十年 那个扯得太远了 他讲说 提一个连党内同志都不认同 这第一点 对 指控 提一个在韩国瑜选总统时 冷眼旁观人 这第二点 提一个在白场公投 你看哦 他不是只是含糊写公投 在白场 你就想想看一白场不是一场 那个是座谈啦 对 在白场公投中 抛弃国民党的人 提一个 哦这个话就中 窃取党的权力 却不肯付出分毫 白场对分毫 窃取跟付出 我觉得这个文胆哦 以后国民党也要把 想办法把这个 真的 搞不好 我们来悬赏好不好 搞不好 中东警已经把他网罗到身边了 对 有可能哦 虽然中东警不能再选 我们来 我们来这个 那个叫什么 斜巡 真的 你找徐耀昌访问啦 你就联络他 他拒绝我了 真的哦 我前几天就已经跟他约了 然后退党之后又可以再约一次 对 我可以再约啦 因为那个 谢点凌去忙求斯杯了 周点润他也知道他们没有上 他没有兴趣 以前像邱义胜我 发了他好几次 你知道 后来邱义胜就送花来呢 就跟你挨沙姐姐 就说不要得罪你 那徐耀昌我是 看他之前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 他就已经站上郭台铭的台了 对对对对 郭台铭右手边是中东警 左边是徐耀昌 他讲的太激动的时候 他说 不只是民进党 我们也要下架国民党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我们更要下架国民党 那个好像卡通影片这样子 那他这篇高段的地方 除了文字之外 还有我刚刚讲的 都打到点上 还有一个 他全程没有提一个割窝锅 对啊 就是他 我不是因为挺郭 对我不是因为挺郭 他把他的格局拉到一个 对这个党的 这个现阶段的 等于说问题很多 我把他点出来 那我跟这个党现在不合了 所以呢 我就自己离开 但是我的心 还是纤细蓝军 他是有这种概念 对对对 他把话锋又收回来了 对 忠心所愿 蓝天常在 就是很 你看嘛 会去讲那种 我办公室 我右边是国旗 左边是党旗 两桿 我有多么爱这个党 那种这种感觉 我跟你讲 这种文章 我都写不出来 这某种程度是 国民党性 而且对徐耀昌有所了解 而且知道现在大局在哪里 而且知道他内心里面想要讲什么 而且打红 打到点上 当然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他知道国民党的性格 对 他知道现在国民党要抓 纠钻战犯啦 对 就说你们这些人批评 这个侯友宜的 或是说不挺侯友宜 站在郭台铭旁边的 现在一个一个要被对付 他也不要让人家难为 我们现在上网 大家上网踊跃的来投票 你们觉得这篇写的好不好 以后若是战有退党的人 能不能超越他 这简直像诸葛亮的出事表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战斗喜闻 有人这样讲 搞不好他 他11月 因为离11月登记还有一段时间 对 如果到时候 徐耀昌用武党籍权立委 也不可能 就是说他挺过 我觉得下一步 或者已经前面那个 脚已经踏出去了 前出师表啦 最后出师表 那我们讲说 他下面 如果再有动作 你要用震撼弹 我觉得再有动作 他这一石多鸟 他表明心机 他这个也是他自己的战斗喜闻 对啊 他如果 我们实打实 他如果再征回立委的时候 那他是 又可以在政坛活跃啦 对不对 所以他之前那个输给那个名字 都我们叫不出来的 那个初选 他可能有 我一定要查一下 到底他是谁 对对对 没有 我觉得 我上过节目啦 人家一直在讲 讲他是 你要怎样 我记得是姓 邱 什么军啦 邱政军 邱政军啦 你看我记得两个字 什么政军 对 你知道郭董呢 他的那个 现在第四名 当写几率 我我认为不高 听说挺郭的人士 也认为 他当写几率不高 从民调跟声量来看的话 他始终 有点被边缘化的迹象嘛 那可是呢 他未来新闻性会十足 对 他始终在这波里面 那个新闻性 真的很强 而且他没有一个动作 那就媒体会报导 不说哦 这比那个发脸书 那个新闻性 还要强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卖那种玄机 他到现在还压箱底 他就让你猜 人都在金门了 还没有宣布 对啊 有人说他是不是美国回来 有人说823 现在又有推到说93军文节 但是我跟你说 我认为啦 823就这两天 他基本上是为了什么金门倡议嘛 对 什么和平倡议 他就讲说要成立一个什么金门 什么和平倡议基金会嘛 有没有 然后以后要把金门变成 这个什么两岸谈判 这有点像北韩 那个38度线那边 会有一个专门做 那个两韩谈判的那种 那种那种区域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意识形态 或者说他把两岸问题 形诸于一个宣言 然后这有必要花到 两千万美金吗 是两千 两千万美金 美金啊 美金六亿 嗯 那他比那个曹星成 数字亮出来的少很多 但是曹星成那个似乎 到现在还没有拿出30亿 不知道 没有人 没有人会去监督嘛 他不需要给人家看啊 那曹星成什么黑熊学院 那个 可是曹星成最近自己 自己好像弄了一个什么平台 弄了一个频道 他可能花在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是觉得既然那个 从那个鼎星案 就那个 盈眼梁出来 护那个鼎星 帮他们做代言人 保证说他们会赔偿 就是拿出钱来30亿 我当下 你们去Google一下 我当上就说这是一个骗局 嗯 不会 后来有吗 没有 没有 那时候就想买罪嘛 好 买罪就说我有悔意 而且我愿意 弥补这个损失 不过鼎星后来 鼎星后来因为把魏犬龙 重新成立起来 我觉得很多的球迷 也就愿意接受了 对 他们有一段时间 他们也有透过 应该算是公关公司 怎么样的 他们想突输嘛 对 然后早上我就说 这个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那时候在风头上面 那不管以后怎么用 我是觉得有钱人做事情 可能跟政治人物很不一样 嗯 他们会 实际拿钱 我觉得郭董要说到做到 嗯 因为他以前有过那种 就是就是说了 比如说什么 是上次那个什么 智库 智库就没成立 对 你不要到时候 你因为有没有选 或没有选 或是选输 或怎么样 结果呢 你原本承诺就没有做 那就可惜 但是这个议题 我是觉得 我觉得 以两岸和平来讲 哦 这个跟你选不选总统 是可以脱钩的 你一辈子都可以 致力于要去做这种 两岸和平的研究嘛 因为他是有个基金 还是基金会 他说要成立 这样的基金会 基金会 以这个 然后会去补助 比如说两岸的学者交流 对 然后做两岸相关的研究 对 对 就是说他即使 选得上选不上以后 但是这个基金会 这个目标 他还是继续 而且甚至可以在 比如说金门大学 变成成成立一个 两岸和平研究中心 类似这样的概念 他那个是有点 这样的概念 展现他有心 对 今天听 我听起来是这个 但是呢 我说实在的 他的那个 整合咖啡 应该喝不到了 哎 我 我不是很懂他上礼拜 突然丢一个这个议题 然后隔天就说 你们干嘛打我 就是说 你 他也打别人啊 不是 就是你 今天你要 你要叫他喝咖啡 对 你的调性要一样 你不可以 一下说 我们来喝咖啡 一下就说 不好意思 你们怎么可以攻击我 就是一下又是来吵架的 然后突然又说 我们可以喝咖啡 也可以公开辩论 不是啦 这两个是矛盾的 整合就是像那个 王津平那个 公道伯 对对对 哎 怎么一下 又又跟人家打打架了 这是矛盾 那叫怎么喝整合 对 咖啡 所以你看哦 两边各自出招 侯友宜出的是苦肉计 侯友宜意思就是说 我有去找你 是你不见我啊 可是这样 大家觉得有调诡的地方 那个是吃郭台铭豆腐 对 就是说 他说幕僚有联系你 你明明知道我要来 你还是让我在外面吃病门羹 还罚战我 可是大家觉得 这有点不合常情 因为 郭董 或是说他儿子郭守正 其实很难联系的 对 那他的幕僚呢 他有一个秘书 另外还有管家 这些人都不会随便接电话 代替郭台铭 答应说好你来 而且那时候他不是把他们拉黑了 所以有人怀疑说这个 他根本就没所谓答应 不管有没有 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 侯友宜他们放出这样的讯息的用意是什么 是要营造你郭台铭无情嘛 你当初对我无情 对你当初讲说要挺我 结果我要去找你 你都不给我嘛 不得情 现在又来找我了 然后现在你又说要喝咖啡 你到底想怎样 那以前那个 侯友宜还答应过人家 你他选他就不选 对 可是侯友宜是用比较软的钉子 那柯文哲是比较硬的钉子 例如 柯文哲是直接说 他每次讲的话都不一样 你要不要自己先确认一下 有没有 就是郭总那一句 你要是食物为俊杰啊 哦 那句话很凶啊 很凶啊 不是他说我不会逼你 但是你是食物为俊杰 有为诚意若是不是很好吗 你比较诚诚你是食物为俊杰啊 不是现在食物到底是谁啊 就是说我觉得郭董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谈判家 他一直在商场上面 因为他筹码多 他在谈判是比较强势的 可是当今天 你要先看 比如说我那个叫省时度势嘛 你现在的民调 刺卡都永远都在10到15% 这个区间的时候 有永远吗 目前啊 always 目前都是 目前每一份都是嘛 大概10到15%这个区间 那你还 你能叫牌的能量有限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幕僚 我就要再讲这个喝咖啡 第一件事情是说 我可以不选 对 对不对 我们恒认为 你要谈判你的筹码 你不能说 我只做总统哦 对啊 我只有郭什么配哦 最后大家变成说 去了 去干嘛 跟你喝了咖啡说 哎 各位小老弟 对 让大哥先做四年 那不就 不就 联合报很狠 联合报说 郭台铭身上有浓浓的爹味 你知道爹味我 干爹啦 他的意思是干爹吧 大陆用语 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才看到 因为 我们上节目 人家就给我这一题嘛 我说什么爹味 我以为是不是 嗲味啊 你好嗲 不是 爹味就是 我是命令 我是你老爹 老子 我是你老子 林伯啦 林伯啦 反应跟我一模一样 我是你们老子 其实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我觉得他就是大哥 他常讲的就是 四年前就对韩国瑜说 大哥拜托你 然后 他就是大哥自居嘛 而且他有使命感 我们玩好处讲嘛 那的确他跟猴 或者是跟柯都常讲 但是 我只做一任 我觉得他像我 他现在很尴尬 就是说 他想要变成那个 主流民意大联盟的推动者 对 可是 现在他的事 没有办法让他变成那个统估 你就要做大哥嘛 做大哥怎么做 如果是5月17号 他没有被提名的那一天开始 他说我要促成蓝白合作 那就 高度出来了 高度出来了 而且他说 我为了要 因为 那就不违背 5月17号他讲那个 我要让侯友宜胜选的 那个逻辑 因为我只是要 你们大家一起合作 我就做同估 可是现在变成说 当你变成是 那个 你那个 敲锣打鼓告诉他说 每天那个后面背板 都选总统 选总统 有没有旁边跟你那边喊 郭总统 郭总统 然后呢 结果你现在讲说 我们要主流民意大联盟 要干嘛 所有人都觉得你要选正的 他要去做七属霸王嘛 517你们竟然把我做掉 你黑箱 你到现在内参民调没有公布 而且你用西式的就访 那个几家民调 就是说 然后给一个媒体那个数字 也没公布内情啊 你看哦 你就干了嘛 对不对 没有 我们换一个角度 他现在虽然嘴巴没有讲 参选 但实质已经在做选举造势了嘛 所以你说这样有一群 有一群网友像那个 刚刚有一个网友说的 你只要进入联署 你的民调会加倍 我告诉你不会 不会 因为 因为他市已经在造了 可是民调没有起色 不是 民调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参选当然是一个造势活动 但现在你说郭董没有造势 我觉得现在郭董的行程 比柯文哲还多 对 他那个大型的造势现场 说实在有人押走嘛 那当然有蛮早的 像韩国瑜是6月1号 对 而且我跟你说 市一场接着一场 我跟你说最近 民进党的很多那种网军 侧异的群组 都在讨论 联署要怎么联署 你知道到时候只要徐晓星 把其中一个 你一宣布要联署 大家就说 联署战地点有哪些 大家记得要去联署 为什么是徐晓星呢 徐晓星都有在那些群组卧底啊 你懂吧 要讲清楚 不是 我是说如果贴一个截图出来说 你看都是民进党的侧异在策划 你郭文哲会被打到侵律 哇 那你的民调只会往下 我最近有些绿的节目 跟那个名嘴在捧郭董 我有时候听到我觉得 哇操 那肌皮疙瘩掉一地 我觉得他好恶心 很正常 那捧到已经 我说实在的 因为这是 对赖星德最有利的一个方案嘛 对啊 只要郭台铭参选 对 那个蓝白或说应该说在野阵营就是开花嘛 那你开了花 那个赖星德就是 我当轩 这什么东西 开花舞 这个是那个 Black Pink的 Black Pink Black Pink 今年最红的开花舞 我们跟你们年轻人学到好多 你们在野势力开花了 我就开始给你跳舞了 我就轻松了 他就给你轻松了 对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如果是大哥 他自己又要说 我是No.1 我只做总统 你们都要让 四十五位俊杰 你要不然就跟我郭柯配 不然你懒得你让给我 这样的一个态势 其实人家不会进来喝这个咖啡 你不要谈整个 所以你只要讲一句 我刚刚讲 你只要讲一句 我可以不选总统 我先退 但再也不能不合作 不然又有个方法 就是蔡正元版本 大家竟然比民调 谁最高 谁做那个非律共主 我们给予很多资源 一人提供一家民调公司 三家一起做 讲好 类似这样的模式 大家不要再反悔了 一起来 而且 注意个人最好不要干涉 很难啦 很难 我认为现阶段 在野阵营要两组去谈 都很难的 更何况是三个 你要抽离 你不能说我自己求援 我要在那边跑 而且我要做老爸 对 然后我又 我来发起 然后你们来降服我 然后我又是裁判 我觉得韩国瑜很适合 今天有人传王金平 但韩国瑜比王金平适合的原因在哪里 我可以弹枪上阵 我后面有韩子 韩文不也分裂了吗 但是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了啦 前一段时间 好像回来了 好像就去了 是哦 我不知道 因为他可能他小孩在国外啦 读书什么的 去加拿大了不是吧 就暑假啊 放暑假 对啊 所以就说 你一定要有个说服力 让大家进场 而且你不是光整合 整合又有很多排列组合 你如果蓝白盒 那柯P他还是二成多嘛 现在哦 其实其实你看那个小编讲说 对口是谁什么 对没有错 现在侯友宜的 现机这段的策略 是要在八月底前 完成他们那个全民调黄金交叉 他们已经设定好 我八月底要把所有 要在大部分的民调上面呈现 我全面压垮柯文哲 他要把这个事营造出来 可是但我就知道发现错误了 你现在是要选赢 你不是真老二 但他们的策略就是说 我八月底 九月中间我先成为老二 再来我再来谈整合 错 他的印象是超音感美 就是我超科 超科又再来赶赖 赶得上赖 这两回事 不会 因为我认为啊 柯文哲即便他 开前六月到七月 是出现往下一点哦 就是说到八月这个时间 民调往下 但他基本上就算在下 也不会像当初侯友宜 跌到大概十五上下 不会哦 柯文哲可能在十八十九 就停住了 你知道你要去遇到危机 或现在这个抵擬状况 你不是去笑声 对 你应该像 拿到这个徐耀昌这个 他这次朱鸡你要去分析 我侯友宜为什么 而且哦 徐耀昌这些人不支持 反侯友室律在哪里 我们分裂的状况在哪里 有人把他撞 我要把他拔回来 而且哦 我讲我讲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可是好像不可逆了 过去的事情 大家现在还没有 退档 退档这个只是让谢点灵 本来以为大家谢点灵 那个退了 或者说里面写的这个侯友宜的罪状 这些罪状是 不可逆了 没有这些罪状最后就是大局栏 会 我不是讲叶局栏 我是讲大局 就是那种 我只要是蓝军的 我有一个大局的 现在他们愿意回流到侯友宜身边 就他们觉得只要蓝军赢就赢 可是有一群人 我心里面就是那个梗 为什么侯友宜 谁谁谁 当初他们绝食 你知道那时候 他们去绝食 那个公投的时候 公投的时候 你知道 对 他们那时候绝食 一百六十几个小时 然后那有一次 有一天就是侯汉亭 还跑去上半夜的那个 那个以前那个 中天有个节目叫正常发挥嘛 现场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你就一看 就是他已经绝食一百 一百几十 反正就一百多小时了 他坐在那边 然后就很虚弱 有个样绝食第二天就开始痛苦 对 然后你知道那种 然后旁边的人还是说 放心我们现在准备要吃鸡腿了 然后就在那边消遣拿 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坏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侯友宜 在他要参选总统的时候 没有去把当初公投的时候 这些人的恨怨化解疏通 还不止公投 你就我看很多那个深蓝的 而且是我们媒体人 他们现在还在暴戏 他一路返侯 那真的那个罪状很多了 好那你看蓝营里面深蓝的 因为我们要发通告 我们也接触 然后现在不方便 然后如果整合门打开的话 或许方便 他们就提到319枪案 很多人有不同的 还是说那个 319枪案是比较深蓝 更深蓝的一群 但是公投 你要知道公投这一群 罗志强 侯汉鼎 这些都是男军很年轻的 杨子斗 那时候我那时候问那个杨子斗 我说你们那时候看到 岁月静好那篇你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他说凉了 你知道那种 我已经公投已经饿到那个不行了 然后呢我绝食 结果呢那天我以为 我们明天可以迎接一个美好的战果 看到那个岁月静好 就突然就泄气那种感觉 那个听说出自那个 后来接微微的那个新闻局长 踢台过去那个叫什么 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那时候看就是说他维持中立嘛 中立然后中间潜然率极大化嘛 他本来就是本土型的 那个台派的那个人设很强嘛 说或许留一个火苗嘛 对 如果他太深蓝太清中 跟国民党都长得一样 万一就是说 他有角逐大卫的机会的话 是不是他可以扩展票源嘛 当初有这种分析 可是现在算账就不会算 可是马上823就来了 这些你看哦 即便韩国瑜都挺到这个程度了 那些人还是回不来 回不来哦 国民党就像侯友宜最近民调是往上的 他的党内国民党的制度 即便是美丽岛 也才7成5 可是韩国一挺成这样 他不就有个交代而已 他也没有力挺 够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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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地方派系整个 所以 所以我说 徐耀昌这一波是让 本来谢点宁的退党 大家觉得停住了 彰化谢点宁嘛 对 本来停住了 结果没想到 哎呀又来一个 我跟你讲 今天大家在讨论洪春谦 哦 我知道 彰化同乡会的荣誉理事长 而且他的百亿身价 对 他在大台北 他是企业家嘛 他在大台北地区做那个都更 尤其唯老建筑嘛 他跟以前的国民党主席 吴敦仪是非常熟的 对对对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背景 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 因为这个郭董就连结 郭台铭连结上了 因为他有个松山的慈惠宫 那他以前就是柯批 一句话他就停下去 可是2014连胜文 最后一个月 还拉不起来的时候 好像眼看要输了 洪春谦也是就是又挺了连胜文嘛 然后你就看到2019年 郭董那时候去弄第三势力 因为我今天把这个资料好好的整理一下 因为我负责讲这一题嘛 洪春谦以前我讲过就跟吴敦毅那个年代了 那你说说他蓝白绿都不分哦 他总统大选是挺蔡英文 朱立伦出来选总统他也挺朱立伦 他比较倾向蓝这边 结果呢2019就是说郭台铭 他会去组第三势力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吴敦毅透过洪春谦去见郭董 你知道郭台铭跟洪春谦早就熟识 吴敦毅才搭这个县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好像在土城要盖那个社会宅 对对对 因为那个洪春谦是土城的大地主 对那洪春谦就是土城嘛 他虽然在彰化这个起家同乡会嘛 就是他彰化人 可是他大部分都是在大台北做他的建案 所以他给的那个政治献金 你都可以看到有农民财 也有林逸华 这国民党的 民进党有谁呢 我记得就像许淑华啦 还有几个 四个之后 林淑芬都有 那个是新北市的嘛 对 等等 然后我就看民众党他给徐立信 你就看到那个政治献金部都有 对对 2019年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郭董有狠的一面 叫他挺那个 吴敦英叫他挺那个韩国瑜 对 因为你都已经落败了 对 结果呢 他没有答应 然后第二个 他说你可不可以挺林金杰 就是我说郭董狠的地方 后来他还派了一个李静颖过去不是吗 对啊 他说你吴敦英 吴敦英说我是吴敦英 郭董你可不可以不要挺那个李静颖 对 你知道郭董会什么 林金杰 没有李静颖也不会当选 哎呦这句话讲得很 什么意思啊 一直说你不要来劝我 你怪我说我推李静颖 所以林金杰可能选不上 我告诉你 就算我不推李静颖 也选不上 他跟吴奇林两个人 林金杰也选不上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这一段渊源 如果又结上这个彰化同乡会 印象的云林同乡会 张荣云帮他洗开85桌 对 你又结上彰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画一个版图给你 彰化已经有谢连林议长了 对 然后现在又加个洪春签 彰化同乡会的荣誉理事长 然后你又看到云林同乡会 有张荣卫力挺 然后你看苗栗我们刚分析的 中东景还有许耀昌 那曾文学怎么分析 曾文学说 苗栗越来越多 五党联盟 战队 对 因为被国民党挤出来 中东景也是 然后徐耀昌这些人都是 五党联盟没有包袱了 他就挺下去了 对 好我们再看 你以为大台北没有 其实那个 有人就讲洪春签的浮渊换围 大台北可以 然后你就看 屏東是周典论 好你以为这个高雄没有人 你知道最近的一场 他的造势谁帮他办 不是杨秋星 谁 吴光迅 吴光迅 他女儿还在当国民党部分区 吴一丁 本来在五一七的时候 吴一丁有点保守 他在国外 挺郭的不是要联署 他就有点回避了 这是我访问的过程 我访问那个中常委陈志慧 他跟我讲说 吴梦荣 就是周年任女儿 他们有接触 吴一丁 吴光迅 他说我女儿出国了 有点回避 可是你看这些人都没有离开 然后有一个你很意外的 就台南 台南就是李全教 对啊 你看到那些李和顺 站在他旁边 就是李全教的系统 对 你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郭董就只有这些主力部队了 难免会给人家感觉 就是说里面 就是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 有点争议性 说实在的 那他必须要扩大他的面向 然后823就看 旁边 你看今天已经有新闻 左边是陈玉珍 右边就是那个洪议长 对 所以你就看 你现在想说 需要上这种 那陈玉珍 陈玉珍 会不会是下一个 陈玉珍下午就到侯友宜旁边 他就站在会员旁边 因为他已经跟侯友宜 拍那个定庄照了 定庄照 对 陈玉珍很聪明 很聪明 毕竟是国民党 不分区 而且也要看 其实都选不上 真的 很难讲 对 坏掉龙龙九说 请各位支持 长 长藤湖的福球单人 阿鲁巴老猪活动 阿姐加油 fighting 波基哥晚安 请问有去查巴大熊的 最初的恋人了吗 是否能转唱一句呢 谢谢 没有 坏掉龙龙九说 可以请波基哥附送以下菜名吗 再次谢谢 北海道海胆乌生 青葱葱游威灭 这是张诗刚 跟朱玄恒的一段故事 坏掉龙九说 各位朋友 祝身边有人的奇人节快乐 身边没人的奇人节快乐 骑士的骑 另外没有女朋友 可以找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也可以找女朋友 没人会介意的 有贯超说 没想要翻墙出来 还能听到中央台的朗诵方式 这是刚刚这个阿姐的这个朗诵 张哲源说 希望朱大快点回来 郭台铭选战总顾问说 光后牛鬼蛇神不可能胜选 郭董就高鸿安 搭档谢长廷 民进党才能网开一面 正式两岸合作实现非合家园 宪法一中中兄弟之邦的主流民意 民调才能起始回生 打破蓝绿 郭董力挺高嘉瑜 默认黄伟泽组阁 陈其麦当立法院长 谢院长可以帮郭董 喬民进党各派系七来挺过 和民进党合作是郭董独立参选的 唯一胜算 下次总顾问 你写那么多字 要抖内两倍的金额 哈哈说 支持熔熔酒 阿鲁巴诸大活动加一 我今天也做了一首诗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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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 Chen说 阿姐李彦秀上次立委输掉 去年喊抢救高票当选 回锅选议员 没当完一届又要选立委 而且他硬选害张焕林无得选 Andy说波基哥少讲了一个经典案例 陈超明曾经代表民进党选立委 对就是那个常常讲干话的陈超明 他是海线啦 那陈超明不是曾经代表 他以前是民进党的 他是后来因为单一选区之后 他才转投国民党 其实我曾经也邀请过李彦秀 Domin Chen you are right 李彦秀好像最近开始可以上节目了 他比较保守了 既然大家留言都开始冲这个 我们有准备 先讲港湖 港湖跟士林北侯 好 那个侯汉廷 侯汉廷跟张诗刚 尤其张诗刚他们比较前 你要从哪一边开始讲 侯汉廷给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厚 这两位我们都有邀请 你可见这个 给我感觉是说 反正大家分裂 反正我在蔡英科 新党也来了 你看这是 侯汉廷要用五党集选 他用五党集选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新党属性 这上一次的 我们先讲 2020年 吴思瑶得票 107,850票 得票率52.12% 然后呢 国民党汪志斌 83566票 得票率40% 40.38% 第三高票 李婉玉6636票 3.21% 第四名 一号王玉洋 这个不重要 这边面了 其实汪志斌 在四年前 韩流 那时候很旺的时候 他应该是选到几次了 而且他地方服务很好 而且汪志斌 算是不错的人选 那一次是新党跟国民党还整合 整合成功 潘怀中 还跟汪志斌 有做整合民调 都还10万多 对上8万多 好 那为什么我说汪志斌 我讲个故事 就是 当时候韩国瑜落魄的时候 他常讲 就是说 大家都了受散了 家门口 车马西 他不是沉浅16、7年 16、7年 没有什么人理他 但是他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他数得出来 就汪志斌 汪志斌的服务非常好 我后来汪志斌这一段 就是从 随着韩国瑜参选的时候 汪志斌也服输排列 汪志斌那时候 好在好在哪里 寒流已经起来了 他绝口不提 我曾经在他落魄的时候 我曾经义无反顾的 那时候挺他嘛 就是说 有事拜托的话 他义无反顾 我觉得这个人是好人 他没有去修复 趁着去蹭这个寒流 那以这一号人物在地方 服务又这么久了 应该拿彩色给大家看 你看看这很悬殊嘛 那何况你今天汪志斌 换成张诗刚 上一次喔 你说因为超过10%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说 因为蔡英文 多拿10%年轻选票 也可以这样批评 然后呢所以带着小鸡 每个小鸡都加10% 好那这样的话 其实基本上 蓝绿会变得五国 理论上 没有年轻人的因素的话 蓝绿其实接近的 有拼的 张诗刚原本有拼 那你不能说我洪汉庭 我就没有参选资格啊 不会都可以选 都可以选 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张诗刚跟侯汉庭 基本上会把 就是说在野势力 对吴思瑶 我们我现在查 那个陈 陈时中在士林北投 的得票率 你就大概知道说 他那个绿营 在这个地方的票 大概比例 大概4成3 4成5啦 所以如果今天吴思瑶 能够稳住这4成多 你张诗刚拿了3成5 侯汉庭拿个2成 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所以不是说 除非今天有那种大型气保 而且是要其中一个人的民调 明显是压倒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被完全放弃掉 可是这个难度非常高 那最好的方法是 比照上一次模式 侯汉庭既然宣布参选了 有没有可能跟张诗刚 再做第二阶段民调 就是汪志斌跟潘怀仲 之前有做过嘛 内部就像假的 对对对对 你们自己搞定啊 对你们可以自己 如果这两个人 当然我老实说 因为国民党已经提名了 我认为张诗刚一定会说 我凭什么要我让 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条件 侯汉庭也会说 我就是想要试看看 我就想要试看看我 你看长颈鹿说 张诗刚得票 还不一定高过侯汉庭 没有比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我知道一些内幕 侯汉庭口才好是不是 张诗刚也不错啊 两个人各有所长 但是呢 他们这边的恩怨 是从哪里来的 据传是这样 去年因为这个选区 有爆发一起会选案 然后呢 他们有一群庄角 那个有一个肖景田 你知道吗 知道吧 肖景田在那边经营一个酒店 叫利喜 北里头 对对对 很贵的 那是五星的饭店 然后呢 还不错 肖景田是这边的大金主 结果呢 他也卷入了这个 这个会选案 据说有几十位的里长 通通在这个案子都卷进去 然后他们觉得 张诗刚在那个时候 没有挺他们 这要怎么挺啊 所以这些里长既恨 他们觉得张诗刚不够挺 蓝 人家会选才要叫张诗刚挺啊 还有一个故事 我不能讲啊 但是呢 反正总之就是 因为这样 有一群基层不挺张诗刚 一直在拱 有侯汉廷出来选 这就是我们看政治有时候 那侯汉廷当然除了 除了这个基层 有蓝的挺他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 因为民众党的力量 像他前阵子 都在跟学姐拍片 你知道他拍那个短片 短影音 一支三十万五十万四点月 谁啊 侯汉廷啊 侯汉廷就是 他就会演那种 比如说 假设你是学姐 然后他说 哈哈我就是赖神 他就会演嘛 他就是一个很会表演的 不一人之也很爱演 对对 但是他的那个蛮好玩的 其实有时候他就会说 他呢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会讲一些那种 执政党的一些很糟糕 做的很糟糕 拿来编辑 编成一个戏剧 然后呢 所以他那个短影音的反应 还蛮好的 所以侯汉廷是会空战 然后呢 他的口才真的不错 可是他的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 他现在的政党叫新党 所以他 我听到的是 他要用五党集权 因为会比 大于新党 对 然后因为新党很容易 就变成被贴一个 所谓的那个 亲中的标签 那民众党这一区没人 侯汉廷的意思 我用五党集 民众党的 就吃民众党 民众党搞不好 因为到时候 如果蓝白整合撕裂 分裂 那侯汉廷会努力的 邀科问子帮他站台 他变成科问子 在士林北投分身 所以就叫你们国民党 不要手长脚 那最后 最后就会变成 你又切割磕 又切割 切割锅 你叫他在地的怎么 你这个地方就变 如果上面是沙喀都 士喀都 那他下面也变成沙喀 或士喀都的时候 那 不好意思 你蓝军就是彻底分裂 也不会有气保 吴思瑶就是被保送 我觉得思刚要小心 你看我们的反应 反而是侯汉廷 他的媒体效应 网路上的 喜欢侯汉廷的非常多 你看 截然 婆娑罗 他說汉廷有站立多 而且 汉廷的露出都在中天 中天之外 他在梯台也有 他主要是因为大白话 或者说这些 主力的蓝营的 这个政论节目里面 侯汉廷的表现真的都不错 对 那张斯刚相对来讲 比较中规中矩的 就比较是地方服务型 或者是说比较是像中产阶级 文重的 他比较不是那种所谓的 每天 比如说我们讲 徐晓星这个模式 徐晓星就是属于 跟侯汉廷比较类似的 有淑惠 就是比较是有攻击能量的 CP值很高 对 就是说他们的攻击火力比较强 所以你看 你看 ZK菜 你又 这是我的忠实观众 帮我们 把那个比数弄出来了 谢谢 你们可以看那个网络上 刚刚 帮我们 罗列出来 其实你觉得 有没有可能 区域的 可以 施刚跟汉廷先示范一下 好来我们看北投区 北投区 陈时中的得票率是 35% 蒋万安是 38.95% 等于说蓝只有微弱的 领先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 脆弱领先 对 士林区 士林区的话 陈时中的得票率是 37.34% 高一点 那蒋万安是 37.64% 是很接近的 那很接近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纯粹就蓝绿盘的话 是五五波 可是呢 当侯汉廷出来 侯汉廷如果拿到多数的 所谓民众党的支持的时候 会变成三 会变成三足鼎立 没有错 可是因为吴思瑶是现任 现任可以拿到更多的现任的优势 所以对吴思瑶 对吴思瑶是有优势的 那就吴思瑶躺着选就好了 那另外两个 真的你死我活的话 可能也躺平了 有可能 就分裂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整合 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小局他有办法 就是说这个小的选区有办法整合 那对大的 那个在野的整合 会有帮助 你不能说大的也在弄分裂 小的也在弄分裂 如果站在菲律这一块来看的话 就是一起死 就是本来未必没有赢面的 但是你们拱手让人 今天你说有谁po出来一个 赖清德的梗图 灰文po的 来来来来 那个很残神 我秀给大家看 你说我们一张图就千言万语了 来来来 好 你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灰文哥贴在他的脸书 他说 忠心谢谢你 因为你每天骂猴我才能顺利当选 还不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名准每天骂猴有益 我们自己做一个那个调查 我们今天好多个后台我们的调查 那我们一起送进来 你看现在在调查侯汉廷跟张士刚 其实我觉得就是政治的表达 跟政治内涵 跟他们本身的人设不一样 我跟你说很可怕的是 那个地方已经 已经 基层已经撕裂到一种 已经开始一堆黑寒了 他这样搞这个 已经到处放话 已经讲什么张斯刚 什么负面的 负面的什么 他的绯闻丑闻 已经写一堆 到处传 在很多群组里面乱攻击 真的 那很容易怀疑是谁干的 所以很麻烦 这个地方蓝军要整合 已经没有机会 就等于说张士刚参选 一定会有一群蓝军不停 一定会 那你侯汉廷参选 也许这群蓝军往侯汉廷靠 但是你没有整合 就是一起死 大家先来一个类初选 没有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是 有人放黑料 但是那个绯闻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而且那个传很久了 就是用gossip 从去年 从去年议员选举里面 就已经有人在传 以前老一代的选举 就是用蔡甲虎林 就是跑到菜市场去放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反正就不管真假 反正那个 就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那个 假设啦 郑余政 你觉得郑余政 这个很经典的案例 郑余政他如果要选立委的时候 就会有人每天写 天象掉下来的礼物啦 有没有 王小禅啦 你看这个人都没有 在立法院都没有问政 都在搞这些男女关系 那个林阳港的弟弟 那时候要选 林元朗是不是 林元朗他要选 南投市长的时候 南投县长 南投县长的时候 那本我都还在 那时候是紫本 也是匿名的 他封面是绿色的 定成一本 叫做响尾蛇的春天 你就从那本里面 就看到很多那种爆料 那时候的爆料文化 那另外有一个选区 我们进度要快 好 好 这个就很特殊啦 本来赖清德形势大好 那高嘉瑜也是躺着选吗 不行不行 高嘉瑜没有 我没有准备了 这是我download下来 上次很激烈 上次是险胜 险胜 上次高嘉瑜以6000多票 将近7000票 对 对 那个 125138票是高嘉瑜 他是50.12% 刚好过班 李燕秀 118,432% 47.44% 其他的基本上不影响 其他的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到他们的差距 所以不影响 其实之前我 吴辛黛就是第一次他上 这个相关的新闻的时候 港湖 就是因为他要做激进党的那个 主委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徐国勇 陈时中 姚文志 他们三个去庆贺州 而且其中 雍北啊 徐国勇 直接讲说 他要挺那个吴辛黛 对 那时候我就访问他们两个人 两个都来 李燕秀说他轻敌了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侯冠群 侯冠群呢 他那时候帮他太太选的时候 哇 那个楼上楼下就是老公寓啊 跑五楼耶 爱家乌去按门铃啊 去发传单 可是高嘉宇不遑多让啊 他入夜的时候 八点以后 还拿着大声工一个人 穿梭在那个巷子里耶 跟那些那个做生意的 要收的 去聊天啊 握手 那时候很激烈 那时候还没开出来 都不知道谁会赢嘛 对 你要给我们看什么 就是TBPS 今天有做一份港湖的民调 对 那我觉得这个民调是 某种程度上 告诉绿营 吴欣带有多么高的毁灭性 李燕秀44% 高嘉宇27% 吴欣带13% 也就是说 高嘉宇加吴欣带的话 其实两个人差距 就会在误差范围内了 因为他就加起来 等于说范绿 菲兰的阵营有40% 然后呢李燕秀44% 如果最后 赖清德选金好的话 搞不好高嘉宇还有机会赢 可是呢 现在 因为分裂 吴欣带拿 分掉了超过一成的绿营的票 而且政党支持里面 民进党支持高嘉宇的比例 只有多少你知道吗 3成8 很惨啊 他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 支持高嘉宇的只有3成8 之前在打败李燕秀 李燕秀是三代 对 然后呢 三代 吴欣带在民进党的支持者 可以拿29% 将近三成 对 你知道那个 你们知不知道李燕秀的爸爸叫什么 维基百科都 他好像是前议员 对不对 维基百科都写不出来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以前我采访对象 叫李金章 建筑业的 民国78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访问像那个秦桧珠 像那个杨石丘 对 那还包括那一届的 在港湖的 在南港的李金章 那时候雀家都还没有 还没起来 就李金章 成铁 然后结果交棒李燕秀 你知道李燕秀跟他爸长得完全不一样 他爸还丢 比较瞎回书 比较地方人士 比较草根 比较草根 李燕秀就有点都会 天火味 结果李燕秀很强 很强 你知道那个港湖 我跟你说我住港湖 我都在港湖地区租房子 每次选举 李燕秀 你去跑热热车 你一定碰得到李燕秀 现在还跑吗 还在跑 怎么这么辛苦 我们那边就是会这样 他们真的就是会跟热热车跑 他的陆军非常强 但是他空军 他运气很好 他当时跟 他老公 侯冠群 变成说 他老公 是可以帮他加很多 这种所谓的 这种 形象票 那个时候 新党 因为侯冠群 侯冠群是新党 又是模仿李登辉 那个时候他曾经一度很有知名度 所以呢 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其实李燕秀变成 他多了一个分身 可以帮他跑 其实李燕秀变成 李燕秀其实他的 没有当立委 他当了一届立委 他没有当立委之前 全国知名度不高 可是他当立委之后 他也很努力的在展现 他那个 那个什么当党环干部 像那个时候那个前瞻 有没有 去丢水球什么 他也站在第一线 其实他 我把问他的时候他有分析 一个是轻敌 一个是他比较偏南港 内湖经营 第三个你讲的重点了 他那时候组织战很强 空战比较固 而且网络时代 打法不一样 可是他身据教训 他完全把空战跟那个 组织战 等于是分开来的 他整个去把它 想办法去填充了 其实那个侯妈 应该怎么讲 侯妈我还认他做干妈 你说侯冠群是妈妈 我跟侯冠群很熟 现在认识侯冠群 那侯冠群已经淡出了 对 所以在那个 他们两个伯仲之间 你想过吴兴代 当然吴兴代跟那个 侯汉廷 对 侯汉廷不算 如果他是代表新党 我觉得他是为新党的生存 在奋战 可是吴兴代 他也是为激进党的生存 小党的生存在奋战 一部只有他一个 对他们可能 不一定选得上 然后 他现在变成 那个激进党 唯一的明星 算是香火了 对 就像阿苗就是 苗伯雅是社民党 唯一一个 他就死都不会 卸下社民党 那范云跑了嘛 然后他还是唯一一个 然后只是说 赖兴德把他用 民主大联盟 等一下我们要讲 民主大联盟 就是阿苗还是挂社民党 但民进党接受 因为民进党 那个战术很灵活 对 你想想看 在这种局面上 就 高嘉瑜就 等于说很凶险了 非常危险 非常凶险 因为就是已经进加乎病房了 你看 如果是民众党支持者 我跟你讲 民众党支持者 支持高嘉瑜 比支持李延秀多 民众党的 民众党的 民众党在这个选区 他比较友好科 民众党在这个选区 在T台这次民调里面 占1成5 就其实 其实算是第三势力里面很强 多亏还有民众党当底 对 然后呢高嘉瑜 在民众党支持者 可以拿4成6 那个李延秀拿3成6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高嘉瑜还是有他这个 非律的能量 因为他也常上T台的 但是国民党 国民党支持高嘉瑜只有6% 你可以看到高嘉瑜有时候 他的面向关注的也不分蓝绿 对 他可能就在地 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静 李延秀有个有趣的 民进党有一成6 会愿意支持李延秀 你就知道这种基层服务 还是有差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不乐见 就是高嘉瑜的赌篮票 对 那不表态的 就是说非政党的 40% 大概4成 会愿意支持李延秀 那刚刚我们有留言嘛 那虽然只有一通 那可是我看美里报导也有报导 就艳秀他在那个 当初 要不要选议员 对 还是我们就直接 投入立委 他就选了议员 又要选议长 其实当初 后来又要投入立委了 但他那边 这个波折 他那边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因为游淑会 最后愿意李延 关键是游淑会 那个是本来游淑会 也要初选的 结果呢 最后关头游淑会说 我退出 而且游淑会就转战 那个士林大统去跟王世坚 他去跟王 他们有比民调 还没比 还没比 就是那时候已经登记了 已经准备要去了 结果呢 他们有被黄理警署找去嘛 对 后来去沟通 去沟通 后来呢 那时候还把奎底做给侯友宜 说是侯友宜去沟通的 对对对 想起来 哎呀侯友宜也有他的 那个优点嘛 我们何必这样呢 好总之呢 总之 游淑会的帮忙 让李延秀现在变领先 可是人家说游淑会 应该是那个 所以 老龙兵做球给那个侯友宜的 没关系我们同样做 同样的这个逻辑 现在张世刚跟侯汉廷 你朱立伦 你赶快去处理吧 你要有一个方法啦 否则就是保送那个吴思遥啦 就是说你们也要管一管 这个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反对侯汉廷选 我们是说这个 在野正义 要有一个凝聚的模式 对 侯汉廷如果他是比较强的话 应该让侯汉廷选 还有一个啦 真的要顾一下 你说上那个中正万哈死不提 你只有那个郭昭延 郭昭延做到北条啊 我有那个 那天晚上我有收到那个截图 你知道吗 真假的 我秀给大家看 你看郭昭延这个原始版 原始版 你看郭昭延他讲了什么话 哦 就是赖群组里面传出来啦 对对对对 他们议员群组 我念给他听 他说到现在还没提 很多支持者跑了 以为我们国民党不提 改支持于美人 公庙系统支持无配议 我们在地议员 有的人看我们很可怜 认为党部看不起我们 而且国民党在冠华中正要挂了 在搞三搞五搞的时候 那这区好像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 他的刹刹力在哪里 史不提郭昭延 还有那个 我那个初中同学 别班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女生 印小薇 印小薇 你知道他本名叫 本名叫印什么的 印小平 对对对 他本来不叫印小薇 他是为了选举才改名 印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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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初中小明女中 我是物班 印小薇 印小薇是他的艺名 艺名 然后还有那个 钟晓萍 然后你 你死脱着要提别人 从韩冰 拜访五六次 然后到 王浅秋都动脑筋了 两个都拒绝了 那你还是不提 不提的话 有人说是不是李让那个 于美人 有人讲 于美人跟 他们这几个的 民调差距很大 意思说 你让他可能不一定打得过 那还是蓝军胜场 可是你死不提 摄上力你知道在什么 什么 我觉得你不行 对啊 宋舟队 我觉得你们都不行 所以我不要你们 我要去找别人 对啊 这个就对他们来讲很伤 可是郭肇炎一发这个 他本来可能有机会也没了 这么难 就是你变成在攻击党内了 都不能讲话 真的拖很久 人家到底要不要跑 他不是吴佩义啊 吴佩义那时候泡翁 那时候不可以提鸡排妹 有没有 然后就换吴佩义 好我们请那个 杨本帮我们再念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入 他今天的本命题 他今天爆料 好 郭台铭选赞总顾问 三个人加起来都 赢不了赖清德 不要再做下架 民进党的大头梦了 只有民进党才能 打败民进党 郭谢佩之唯一胜算 Alan Share说 看到阿宅万世通 阿宅万世通事务所有关 光景姐团队接棒 觉得很感动 立马分享给朋友们 知道 杨明哥加油 两位加油 我们需要反抗跟科学的力量 fighting H2C说 我们忠心祝福 灌超流有个美好的夜晚 玩 什么玩 什么意思 你们彼此之间培养出感情 应该是这个 毕竟 互道尊重 没有人万超在上海 那 玩boy 玩boy 他的意思是这个 玩boy 什么意思 意思是 让他去玩男人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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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景快访问万世通 他说那个民调要问他 我们可以模仿 访问秘密证人的方式 给朱大厂买赛克 或戴头套 或戴安全帽 什么的 你就电话录音 那个变声就好了 乌云说 说到情人节跟高嘉瑜 就要说一声 光琴姐姐我们爱你 还有嘉瑜我爱你 好 胖番薯说 唯一可挺猴的地方出现了 士林北头区 他意思是他挺猴暗挺 像我们这样网络上呈现 我觉得张诗刚真的有危机 有危机 他的空战真的比较弱 Eric Cade说挺猴的站出来 你看挺猴的现在都愿意留言 哇这个惊喜 因为我们之前就排了 侯瀚庭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张之刚 但我们也是要平衡 其实我觉得他们 他们都能讲 其实他们就在台面上 他们可以 本来就想要他 他们一个化学作用就是 他还没跟进前 你们有没有办法证明 谁是可以监督民进党的那一个人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们要改他的名字 他不叫09万吗 我现在改名字 011万 还没啦 11狼 11狼 我怎么没最近看到 那个11狼 11凡 你为什么要去弄他咧 我没有弄他啊 这个我跟你讲 新闻 这个故事是这样 林非凡 他因为他这个 那时候me too的事情嘛 然后他最后退选 6月13号宣布退选 他基本上就从民进党的这个 政治版图里面突然消失了 他最近发文 要么是什么父亲节 看到他的小孩啊 这样子说什么 看到小孩 想要去上幼稚园什么 你都有follow 有有看一下 然后最近一篇就是那个 赖兴德跟肖美琪 两个看棒球那个背影 有没有 然后还转贴 他就说加油 那基本上他还是在 所谓的赖团队的那个 那个框架下啦 其实这个 这现在今天我讲的是说 他被台湾民主基金会 可能要去接那个副执行长 那我听到的讯息是 其实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这个消息就已经开始传了 台湾民主基金会我知道 本来就有了 副执行长哦 原本现在他是有三个副执行长 一个专任 两个兼任 现在那个专任的叫陈婉怡 陈婉怡以前是那个民进党的 国际部副主任 他是小 他算小英系统的啦 然后他曾经 他的老公啦 前阵子也蛮有名的 就是去批评那个716游行 没有女生啦 男生比例很高啦 有个叫寇四将 有一个外籍记者 外籍记者 他其实在台北太史啦 曾经做过记者 然后他就是这个陈婉怡的老公 就是那个加拿大 怎么都知道 好细哦 那他做副执行长 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 因为他是比较低调 他是幕僚系统出来的 另外两个副执行长兼任 兼任就是指令那种出席费 车马费那种 那他一个是严建发 这个你应该听过吧 一个是廖达奇 这个很有名 廖老师是很有名的 那他们这个副执行长 是怎么决定的 其实通常是用政党推荐 两个主要的政党 像以前 政党比例代表字啊 民主基金会是政党比例字 因为他们的董事会 就是用政党比例组成的 里面有十个董事 按照立法院政党席次比例分配 时代力量民众党各一个 剩下八个 民进党五个 国民党三个 像比如说柯治恩 陈以信 还有黄奎博老师 这三个是国民党的代表 民进党有谁 有黎晋宜 林非凡 罗志正 还有谁啊 陈建福 反正就是 他比较偏国际事务的 其实林非凡这一块 民主基金会 以前应该这样讲 叫外交部的白手套 2003年 那是贬政府的时候成立的 那贬政府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副执行长 一开始 从头到尾都是给一个人 叫做杨黄美信 这个人你听过吧 听过啊 以前算是彭明敏系统 哎 你还问我吗听过 我还问你有没有听过 我还听过 那时候跑新闻的 我还听过 可是以前 以前是三个都兼任 三个 副执行长都是监制 都是 都是拿所谓的 对他们都是拿所谓的 那个车马费 出席费的 那副执行长的职务 就等于说是 找学者或什么去兼任 那办活动 其实民主基金会常常就是 办一些活动 邀请国外的论坛 或什么邀请国外的 什么领袖 因为我们政府不能邀嘛 所以就是邀 用民主基金会的名义去邀 比如说什么 以前我记得那个什么 翁山苏姬 还是什么什么 类似这种的 我们邀请他来颁奖给他 然后这种的 我达赖喇嘛 好像也是 也是用这种模式 那这个民主基金会 后来到了马政府的时候 因为他固定都是由 立法院长担任董事长 那执行长 实际上是执行长自然 那个立法院长 就是一个挂名 可是呢 执行长就变成实际的 CEO的那个概念 好 结果到了马政府时期 杨黄美信还是副执行长 一直做到蔡政府 杨黄美信很厉害 马政府 蔡政府 马政府都是副执行长 为交关系好啊 杨黄美信是他 对对对对 因为他因为他有他的人脉 那反正他反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民主基金会 因为是政党分配的 所以呢只要民进党挺他 他基本上就可以稳的 稳在那个位置 结果后来 因为杨黄美信在蔡政府上任之后 转去做那个无任所大使 他转去无任所大使 那陈婉怡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 加入进去 2017年开始 本来是三个都是兼任 2017开始变一个专任 两个兼任 那个专任就是陈婉怡 那专任的待遇是什么呢 你是高了 一个月月薪大概是11万左右 相当 一年 一年 没有其实还好 如果以这种国营事业 或是什么裁判法人 11万算合理啦 因为他等于是 我跟你讲 连他们的执行长都是兼任 他等于是里面所有的 专任的里面薪水最高的 月薪大概11万左右 那奖金有两个月 一年他的预算数里面 编22万多给当这个奖金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保险啊 什么退付 那个钱是 等于说帮他缴劳保 劳健保 什么什么这些的 他不会进到他的口袋 但是是帮他出啊 整个一年 这个人事费的总额 负资金帐是180万左右 所以你要说他11万 因为网路上有人讲说 180除以12 12个月平均一个月是15万 其实不能这样算啦 我认为用11万就好了啦 那可是呢 关键是林非凡如果进去 是不是领这个钱 我还不一定喔 为什么 因为陈婉宜是博士 林非凡是硕士 搞不好在那个签盒 那个上面 搞不好他们有分博士等级 或者硕士等级 搞不好还有不同的等级 所以这个是预算书里面 是月薪11万 但是到底是不是还不确定 那我认为他们 也不会公布这个资讯啦 可是呢 我告诉你 民主基金会有个好处 立法院的立委 会收到所有政府财团法人的 薪资结构资料 就是他们等于说明年的立法院 如果林非凡能够做到明年的话 明年的立法院就会收到一份 台湾民主基金会 副执行长是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他每个月薪水里拿多少 奖金拿多少 是会有 那你一直紧盯着林非凡不放 他太阳花那是学生 他总有一天步入社会 他总有一天 他会有他的职场吗 没有 从林非凡你可以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他为了配合大局 那时候 其实你说他不退选 他继续选 我觉得也可以 而且行政调查已经没事了 对他没有事哦 他行政调查没有事哦 所以那时候调查报告出来的时候 他还讲了一副 我是怎么 我会 他那时候还没有宣布退选 是后来过了几天他才宣布退选 对他很犹豫 对也就表示 他其实是可以退或不退 他可以自己选择 可是他选择了退 他选择成就这个大局的时候 哎 党当然要帮他安排啊 嗯 对不对 我觉得他可以不用退 可是只是说他怕参选过程中 而且那个洪威不好打 对 他怕说大家一直拿这个做文章 可是我洪威很希望林非凡去 对对 因为他这样才是有那种 民心交锋的那种感觉 对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 赖清德 他打这场选战 他民调已经突破那个 我们常常灌场讲的那个天花板 下面的夹城 他头顶破了 而且他回来的时机从美国回来 民调又给他端上来 四成三 这个数字很漂亮 对 然后我补充一下 其实林非凡的这个人事 我们是有听到游院长有一点意见 因为游习坤 没有以为游院长某种程度 当然不是游习坤推的啊 敞开大门 欢迎他 因为这个人事是有人硬要推 应该是陈婉宜可能要另外安排 也许是去往外交集系统 还是他要用自己的人 也许是把往什么国安会 或什么什么总统府 反正去放 还是游院长有自己主义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 因为原本现任叫陈婉宜 他是要取代现任 那嫌他什么呢 那不是你要知道 后来有人传那个资料给我 他说2014年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游习坤选新北 你知道林非凡是说什么吗 来我找那个 哎呦你好讨厌哦 我找那个图 我找那个图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做民主 秀给大家看 随便乱讲话 何况是他们党内的 是不是 要 现在就知道到 可是他还没有党他了 还是很高兴 还是让他去 那时候游习坤被提名选新北的时候 林非凡说我对民进党很失望 他觉得他觉得你民进党怎么可以提一个老头 所以那时候他是等于是唱衰游习坤 好结果呢 最后游习坤不是选只差2万多票不到3万 对啊 你选的很好 成功很意外 然后什么什么台湾水牛 那时候游习坤反而从谷底升上去 他是近年新北民进党选的差距最小的 对包括蔡英文在内哦 所以你不要歧视老人 这什么话啊 歧视老人 结果你知道一选完游习坤 然后呢这个事情 因为郑国会很不爽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那时候林非凡没有唱 所以林非凡是跑去助选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过去了 搞不好两万多 因为那时候林非凡 因为那时候有所谓的柯文哲红利 就年轻人的选票会往国民党的对面头 所以他说搞不好多一两万票的这个年轻人 搞不好就整个翻盘了 先不管因为没办法改变 可是呢后来林非凡在选后呢说 我给肯定游习坤对民进党的贡献 就林非凡态度改变了 赶快转啊 赶快转 那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多尴尬 10年你看2014年 像Google你讲过什么 上过什么新闻 那Google好讨厌都一直留着 对就是很多 就是会 我讲这种东西你都会留在 那个历史的长河里面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会找出来 那现在你看 游习坤是董事长 那你要去做他的副职营长 而且还是 其实这个算空降 因为原本的人 我不知道他 应该没有主动要指 应该是 那个是高层的一个安排 就是把这个人调走 那你去接这个位置 你知道那个 Not in Hill那一部 那个 朱利亚·罗伯茨对修格兰 大吼大叫 讲了一个 就有一幕嘛 他说你不知道吗 我这个剑爆了 我这永远都会留下 所以那个林非凡他讲过了这个 那还好他有心职啦 祝福他啦 因为他对那个国际外交这一方面 他花很多时间 然后他去留学的时候 只是说难免大家会 09万的称号真的不好听 他现在又做文章 这个会变成年轻人 觉得民进党 只照顾自己人的那种 就是说 一个指标 对对就是说 太阳花那时候 体制内路线跟体制外嘛 就是有党政 你就可以得到 一路的这个开绿灯 然后呢一路顺风 那你不能有点流浪在外啦 不过民主经文 我要讲一个制度啦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国家应该要检讨的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民主基金会 每年有大概三千万 会补助国会 不分区有席次的政党 每年有三千万 干嘛吗 这个基金会是一年 外交部补助 编列至少一点五年 因为他们做国会外交 对就是 没有他们就是做所谓的 就是外交部 拨款给这个基金会 让他能够运作 结果呢这个基金会 再补助给政党三千万 外交部给 今年的话是外交部给民主基金会 1.8亿 然后呢 这么多钱 这么有钱啊 其中有三千万要补给政党 要拨给政党 去办活动 各三千万还是怎么样 总额三千万 然后按照政党比例分配 一样都是按照政党的比例 可是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政党票的 政党补助金 对 那为什么这个基金会 还要再拨给政党 这我不懂啊 那为什么要给 这么大的钱给政党 一千 我讲一千 这个是在政党补助金 这个制度实施之前 那这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就成立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基金会就会补助 各个政党去办什么 比如国际人权什么活动 或什么什么国际的 比如说你邀请日本青年 什么什么自民党青年局来 就用这笔钱 你只要这种国际的 民主的交流活动 都可以用这个钱 好你看我们 萤幕上一直显示的侯汉廷他是74% 我们两项调查 是不是等一下会有个结果 做成看板 给我们送进来 不过刚刚那个 今天那个 杨明把我们带家伙来了 你看这是全新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新闻嘛 那就是杨明他的功能性 就常会帮我们挖掘新的东西 因为你看像那个 我们政党补助金 就政党票的 一年民进党拿2.41 国民党拿2.36亿 两个差不多 民众党7900多万 时代力量5400万左右 就是一年我们的国库 已经要给这些政党这些钱了 他们至少就是拿四年的份 结果原来还有一个小金库 原来还有一个小金库 一年有3000万总额 是要拨给这几个主要政党 我来看一下梅兰竹 你说朱大不出来的话 听政治议题很感觉沉重不快乐 差别在哪呢 朱大比较有趣 光琴姐比较不有趣 还是说我今天跟杨明 我们谈的不有趣 那你不要认真 他转的 我很认真 我们从小就认真两个字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谁被乱扯了 好 你知道吗 林非凡如此 他可以因为被民主大联盟 就信赖团队提名以后 他也因为监督me too的这个世界 他很间接嘛 然后行政调查报告也出来 他没事 可是他可以因为赖而退选 那最近有两个人 一个李退之 他是云豹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他应该真的是独立啦 对对对 我觉得他退 不会啦 毫无疑问的 独立董事是酬庸 不是酬庸 就是独立董事的 独立董事不参与决策 不参与常态决策 但是呢 他是理论上是要给这种 所谓的学者专家 或是什么 对经营管理理 独立董事跟董事就不一样 不一样 他要有超然性 就是说他针对那个 某种程度 他扮演监督的角色 但是李退之的角色就是酬庸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不知道吗 我还没讲完 我把它陈述完 再由杨明来评论 就是说有两个人物都是 尤其李退之 他是赖清德的嫡系 对 那更何况是同属新潮流系的赖敬林 事情搞大了嘛 这个云豹的创办人 他不是创办人 云豹的董事长 他创办人最近有出来讲 叫什么 张建伟 张建伟 然后 他还兼 那个赖敬林还兼18家 公司的前董事长 或后面现在现任董事长 你知道吗 这两号人物同时后退 背后没有人去协调吗 应该有 因为李退之就算了 如果烧赖敬林 不是烧赖品鱼而已 他不会烧到赖品鱼 因为等于他老爸的事情 那时间点跟赖品鱼选举 我是觉得多少烧到 但不会像未来可能烧赖清德选群 那么剧烈 因为他会烧到新潮流 那所以有人跟赖清德校正呢 就是说你要不要退系 你要不要退新潮流系 如果这个继续烧 而且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黄国昌已经在我中午直播节目 预告了 因为音错阳昌 就譬如说你现在带笔记 你他们都看到了 黄国昌上节目带一个硬壳子 里面就是一圈一圈的 他把资料 而且他的资料真的宝贝 他会做成表或者很清楚的那个 就是传说中的 数字图 可能是传说中的低潮里面的一部分 那因为我们一定问郭泽民嘛 问林秉文嘛 以前问IMBN嘛 他都会有详细到 而且我非常清楚哪一家媒体 经常用他的东西 对 都是他给的料 因为他有个吹哨者 那个协会 协会嘛 那 所以他那边很多料 那我没准备啊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谈云报 他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他有没有去调查 对 而且我那天讲啊讲 就看到了 打开吗 打开他就一点一点在那边翻 我就发现 云暴有一整本的 我靠 他已经有东西 有家伙我觉得他过几天会丢出来 你知道 他有私下跟我透露一些 你看一下翁批 翁批说 因为你不骂脏话 很多朋友觉得不够解气 是 有点压抑 你也骂一下 我的口头惨了 妈的妈的 可是有时候正经八百就没有了 我有一次 等一下我们谈一个赖清德的 我有一次也是正头发作了 骗武至今耶 今天赖清德有一篇易旧的 我常讲那个故事 今天媒体人写出来了 刚刚讲到哪里了 讲到那一碟资料 那一碟资料 他写一个云报 我想他是WAC 人家已经有东西了 他有专辑就对了 WAC算不算脏话 可以 还好 这个还好 好 你多讲脏话都没关系 你都讲不出来 像我是很少讲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那种来挑衅的 我就跟你抢 骂个逼 会这样 会 我一直跟朱学他讲 他突然横来一闭讲说 你知道郭董他们新出的车子叫什么 以前 那个什么 逼 妈斗逼 我就看了五遍 我把他笑得 很多人看得笑 妈斗逼 不是 因为以前 那个朱大 比如说哪一个人来呛你 刚刚那个说什么 他说你妈的狗滚 对 对对对 他妈的狗滚 他妈的狗滚 然后还叫你抖内 你没有给我抖内 你在那边叫你叫 他妈的狗滚 你给我滚 我好正极 你看你知道 那个蛮耳的那种 他们怀念这个 他们在怀念这个风味 我觉得可以对他的忠实观众 我对我的忠实观众 我都还蛮感激的 因为我不是网红吗 他是连猪泡的讲下去 他妈的狗滚 你给我滚 我觉得像馆长 馆长的那个直播 他有他的个人风格 但是他骂人骂起来 那个真的是 也是 那个叫 本土粗话文化的研究里面 可以把他出一本书的 那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直播 我可能扛不住 讲到哪里 哦哦一点一点 讲到那一叠 我跟你讲 他的重点在哪里 他的重点在 我问的啦 因为我看资料很细 他说 我问他说 郭正亮说 我们台湾跟日本 发展太阳能光电的 手法不一样 人家在日本做的多好 他说日本政府都出来 帮 那个所谓的整地 整完地再 请光电业者进场 他立刻说no 他直接挑那个台岩 台岩是我们国营事业 谁执政 台岩就是 他举例陈启玉 当董事长 他们就负责整地 问题是在于说 你整地之后 立意交给谁 我跟他马上有大料 他背后跟我讲一个名字 我好震惊 一整本 所以国昌老师的直播 是每个礼拜上演 他直播还没有 后来他在讲的时候 有人说没有经过他同意 其实他同意了 因为他在现场 我一次两次 后来我看到那个 我们那个逆风的无鸭 他不是好不容易就个表 对 我们现在都用他那个表 对对对对 18间公司 18间公司 你知道吗 他不只有18间公司 不是 云豹系统有30多家公司 我就看 对 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这样 一直这样 偷看 偷看 就后来他干脆 他允许我就是拿起来 我说我秀一下就好了 对 只是賴靖玲19间 然后呢 可是还有别人 他连在嘉义主席哪个案子 对是哪一个 那个都要对 他连賴靖玲 賴靖玲 怎么接的 他连那个台言 他有讲 他一开始就是法人的代表 后来变成董事长 他那边那个整个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 他下面这公司 好啦 有兴趣的 这个案子 可以去品观点的 光琴老师 访问郭昌老师 没有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精华 一定要讲 不然大家听我们 晚上的干嘛 我有料 我就会把它整理 我先把它整理出来 黄国昌 他说台言有做绿能 有两件事 好 一个是 你本来是国营事业 国家百分之百 为什么要去找民股进场 好 这第一个 之前有立法委员在国会 今天部长王美花说 他也反对 但他绑不下来 这第二点 嗯 那时候的台言董事长 是陈启玉 是高雄市以前的副市长 新潮流 还算是局系 嗯 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啦 总而言之 你说陈启玉喔 陈启玉不是新潮流 也不是局系 陈启玉是谁的什么 谁的姻姻 陈启玉 后来比较 谁的那个 一个姻姻关系 他后来比较靠 海董那边 嗯 嗯 然后呢 跟齐麦也不错 嗯 你要知道齁 这个你就纠正他就不对了 我没有要纠正他 但是因为他对绿营的派系不见得了解 你这太年轻了 嗯 我们有时候爆料的时候 我们故意写错 我跟你说 陈启玉 你不能够 我没有觉得 他这个玉写错 后来你知道陈启玉 后来为什么被弄走吗 因为 苏贞昌不爽他 没有 等到那个炸开的时候 大家再分析 他说他也搞不清楚 你觉得他搞不清楚吗 他搞清楚了 他清楚了 他说就是经济部长他没皮条 另外 台盐绿能跟台南市政府合作 整合余电共生 有土地所有权人 有养殖户 那台盐绿能呢 他先留个伏笔 因为他有关谷公司的身份 是国家公司 大家比较有信赖 比较好去整合土地所有权人 然后台南市政府也会配合啊 我们执政啊 为什么国际支援不配合呢 那农委会也配合啊 所以会整地起来比较顺利 那我先整合好啊 他有在做整合 那问题是 整合好了之后 找谁进场呢 他提到北门 那两个就找了云豹 七股那两个就找了 这个 七股那两个是3D 北门那个是云豹拿到了 就是说云豹是拿到北门的 他还做了两层的SPV公司 什么叫两层的SPV公司 一个叫恩富 另外一个叫云豹一号 云豹是在外面做工程 就是你之前有奖励法 用那个案子 他还可以转包 他一个工程可以转到另外一叫 云 那个叫福 福 云 不是云豹一号 是云豹一号 他是豹 他是那个新台豹 那家公司不是 他念起来念豹号 但是他的那个豹是那个 云豹啊 新台豹 云什么豹号 反正就是 也是赖金林 好 原本齐下的公司 我在这边念 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 对 因为那时候偷看 偷看的 好 那是临时起义 然后 黄国商商透露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一整本 而且他背后呛一个名字给我 对 你知道那个就是黄国商下面的大料 原来他有进场去查 所以那个 杨明 你觉得 赖金林 这个大动作 包括李退之 我觉得他们民进党 一逢选举大选年 都很会 自我了断 然后断尾要求谁的身 求那个 赖金德的身 对不对 很明显 我讲求勇士超身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单纯救谁 他们是一个整体的大局考量 民进党 他们说 国民党现在每天锁定 你这几个人在打 我早一点把这个 地雷先拆掉 你到时候去报什么 到报什么 全部跟我无关 这是民间公司 我只要把我 民进党里面有关系的 赖金林李退之 退出云报系统 这家公司跟我无关了 以后就能爆发什么 不好意思 那个现在已经不是我们 能够控制的了 那是你们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做 排雷的动作 可是呢 这个概念 这表示民进党的人 都很有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叫做 为求胜选 我们不要讲不择手段 是可以牺牲奉献 牺牲小我 你说 这个赖金林 那词是全词啊 对全词 赖金林19家公司 加起来年薪是400多万 你有算出来 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 他到底拿多少钱 你算出来 我跟你说 云报目前只有公布一份财报 因为他们要进入 什么创新版 因为他们上市公司 对 就是叫新贵 就是他新贵之后 他要有年报都要公布 那他目前只有公布一份 叫2021年的年报 就去年公布前年的年报 那今年还没有公布去年的年报 可是呢 目前他们官网只查得到一份 那一份是前年嘛 所以前年的赖金林的薪水 就年薪是300多万 云报本本体 云报能源本体 我记得是140万 然后呢 其他公司 就是本集团其他公司 180几万 你还好 加起来300出 300出 年薪300多 可是这一次 这一次因为被质疑 云报公司有出来讲说 他的年薪400多万嘛 然后呢 这个比什么 与其他能源公司相比的话 董事长是相对偏低的 可是 前年他才300多万 到今年已经变400多万 你看其实是增加的 那增加的主因就是因为 他今天的公司的职务 越来越多 为什么都是他呢 对不对 这个我们讨论好久 其实就是为因地质疑啦 就是因为这个有需要 然后他是等于统筹嘛 应该给他一个统筹的 今天徐晓星有一套逻辑 徐晓星在这脸书是说 比如说 我的云报系统的假设 一个A子公司 得标一个暗厂 这家公司就负责这个暗厂 那如果这家暗厂出包 是这家子公司收起来就好 我不会影响到我的集团 而且如果今天这个暗厂 我比如说做到一半 我做不下去 我可以转手交给别人接手 这家公司卖给别家 别的能源公司就马上卖下来 因为我们的那个能源都有 那个叫签约20年 你只要得一个标20年 所以他是变成资产 他的那个 徐晓星那个逻辑就是说 我可以随时 我只要分包出去 一个暗厂一家公司 他就可以变成用一个 这样的方式去脱手也好 或者转卖 因为那个价格 就是说我们政府保证收购 你的那个店 你发的店多少 然后呢每一度店 都是固定的价格 所以他是一个 保固定收益的公司 你不会怕亏损 那你觉得 像许晓星也在报 黄郭昌也在报 未来也要报 那个賴靖林 要不要辞 当然要辞啊 当然要 因为你扯到新潮流了 他被锁定了嘛 被锁定了 所以两个都退的原因就是 就是我民进党我先撤回 撤出 接下来你云报就叫民间公司了 对 就是民间公司 你们怎么打 那个就叫民间公司 但他已经辞了 而且呢 其实我认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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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品瑜 受伤了 你觉得已经受伤 赖品瑜受伤 但是 来那个CSY我跟你说 我能力比林菲凡好太多了 谢谢 好 然后呢 这个 赖品瑜 好Man 赖品瑜的 民调 我们先不要讲民调 因为现在没有人做 也许之后可能会有 那个民调公司会愿意有兴趣 但是 我们就来查一下 赖品瑜在上一次立委选业 我记得他赢不多 我记得只有大概不到1万票 他赢那个 李永平 然后 他这一次 他上次是靠年轻人选上的 可是这一次如果你贴一个 什么小公主 百亿 就是 什么 绿能 你不能 什么各种这种负面标签 年轻人会讨厌 可是前面讲提那个 要劝无声 有有有 后来开始打了 对嘛 再不打真的是 一开始回不语自评 被他们党内骂班了 廖先祥 廖先祥 可是廖先祥 因为他在地方 服务太好了 他是属于那种地方 在地服务型的 我跟妳讲 赖品瑜 他拿了 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票 李永平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三票 很接近耶 三千票 哎呦 差点盖过去了 所以 所以赖品瑜这一次如果没有年轻人 年轻人离开他 他上次是靠蔡英文八百一十七万票 硬拉起来的 所以这一次如果没有那些年轻人了 馆长每天把他骂把他骂 年轻人跑光了 我觉得他霸围基础不好 我很早上个礼拜就跟杨明在这讨论这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是赖品瑜出来讲 应该是赖敬林 你自己出来讲 你自己出来讲 你如果早说这十八家 其实我只是挂名 然后事实上我才领多少薪水 而这个事情跟新潮流无关 所以自然 你不能因为一个流派扯到赖清德 可是你这样不明不白的 哇这个烧了以后大家会说 那赖敬林 CSY你滚 哦 这样子 不够 我们在批评别人 为什么我们批评 民主基金会是拿我们 国家人民纳税钱好吗 对啊 林非凡在民进党拿9万 我们理都不理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他爱怎么样 那是党的钱 下面还有一个 今天民主基金会是我们 国民的纳税钱 1.8亿全部是外交部捐助 没有一毛钱是民主基金会自己赚的 好 滚 哇 好有过去的feel 好 那个你知道讲到哪里啊 讲到赖品瑜受伤 对 就说 他如果找赖敬林 不要说只是那个声名稿 你自己出来面对啊 我有仕途啦 因为我跟那个赖品瑜的妈妈吴如平 过去是好同业嘛 然后我们算是联友 然后我们算是朋友 在媒体界 他已经离开东森了嘛 我有听到一个故事 说以前有一些节目 就是还没有 这一波还没有打云豹之前 只要谈到云豹的 只能谈云豹 不要扯到赖敬林 就是 电视 电视还会交办 会说 你们不要谈赖敬林 那只有一家 不能够围堵住所有媒体 我有试图 但是他连一个字都没有留给我 他只用贴图 你知道多小心谨慎 但是他脸书后来 抛出来赖敬林他的声明 他的辞职声明 那我是觉得 这个 这只是官司回应 你没有把这问题解释清楚 但我问 如果不是赖敬林呢 过去 关乎到新潮流的部分呢 对不对 新潮流如果后面他们的 接了这个案子 然后里面有一些 譬如说跟台延这个 有这个相互为用的这个关系 台延是我们100%的国营事业 对 而且后面如果有大哥大姐 在这边有一个霸杖逃呢 那里赖敬林如果只是CEO呢 这个牵扯出来的那个案件 你知道那个黄沪超已经点到那个 北门的哪一个 台南北门的嘉义族旗 哪一个案子 他那个关系图做得很完整 而且那个刚刚有留言说 那天跟黄沪超 我跟你讲 因为他当事人在 而且我有问 记者就问 问了他有答 我有再问他有答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 然后他说 我说我 有问他说 如果我秀一下几秒 我拿回来 我们不定格的话 主要让大家看一下他的准备工夫 他有一个表 还有这个案子的那个 谁包给谁 然后他有讲一个案子 他就 我举例 他就讲说这个案子 你看谁包到的 然后谁又转给谁 谁又怎么转 他有举一个 一个案子为例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 你说那个 台岩绿人系统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现在检视 因为今天我拒绝讲一题 就是那个 台湾民进会有特别去做 民进党是不是跟黑金 是不是黑金政党 我刚才我拒绝 你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要调查就是 你以政党为民 你不能只调查民进党 不公平 你应该说各个政党 但我告诉你 那一题 在民意基金会 呈现一个什么现象 你知道吗 刚好那个 不相信的 比例是43.4 跟支持赖金德的一模一样 而且那边是56.4 这边是37点多 对 那个很同意跟不同意 非常同意 那个 刚好是非绿跟绿的 对 刚好是成两个版图 那还有一个就是 本来找同志 要谈那个郭哲敏的案子 我们试图 好了啦 CSY滚了啦 不要在那边靠杯了 就是那个 两个案子 就是我们有时候 不是不认为说 高宏安他 要不要 要靠杯 请抖内 我还帮你念 嗯嗯嗯 好了啦 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举例 郭哲敏你知道 就是88 88会馆的负责人 而且我看到有人在谈 其实 那个会馆的楼上 的住户检举的 你知道谁吗 谁 你连检举人都知道 这都公开啦 你讲出来他会不会很危险 不会 这都公开 有报导过我没有 我没注意到这个 那连你不知道 我就保留了 那个住户是名人二代 真的啊 商界名人二代 而且他们有一家媒体 哇 以前某一个这个 正媒两期的 不是同时两期啦 正媒都有待过的 那个 去他们媒体上班了 由他报出来的 是喔 其实就是住户提供那个 录影带的 监视录影带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是管委会 因为有时候进入出出 闲杂人很多 而且 送往营来 都是看到达官写药 政商名流 就会 只有住户 才有那个监视器嘛 对不对 然后去掉 然后丢给黄国昌 对 这个你倒是提醒我 既然是 也是吹哨者之一嘛 虽然已经见过光了 但是 如果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等一下结束我们来讲 我问他 百官刑述 有没有出清 没有 因为 陈哲文下来了嘛 就是那个警察 警政署的顾问 警大校长 而且是五年前的警大校长 他下来了 还有就是 进进出出的 有检察官 受这个重担 两个检察官 两个检察官 但是你觉得 出清呢 这个案子 关系 关联性有弄出来吗 那如果没弄出来 至少郭哲敏这个本案 他不是逃亡 九个月 嗯 后来被押解回来了嘛 在泰国一带啊 哇 听说很有钱 拿去买通 这个买通那个 那可是你知道 有一个点 就是说 他原先的 起钱 金额 只有21亿 对 后来起诉书裡面又 提到217亿 217亿 217亿-21亿 你怎么突然 多了190亿 这不用交代吗 嗯 检察官这边不用交代吗 嗯 那高宏安 他是46万 对 这边是 217亿 几百亿的 比例原则嘛 那高宏安的 那个起诉书啊 什么那个 证词啊 市场猫都拿得到 全部都透明曝光啊 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未曝光的 也后来也上了媒体 对 可是 在200亿的这个部分 滴水不漏 嗯 我觉得这个案子 郭泽民谁放出去的 这个案子 都没有 这个案子有可能查是 我刚刚顺便提一下 林非凡那个 刚刚已经有 继续 你知道资深 有一位资深前辈 叫林曹毅 这个你认识吧 阿伯 我是要说 不认识 我是要说 曹毅啊 他刚刚发了一个新闻 刚有新闻 他说 相关人事向心头壳 证实这个人事安排 林非凡 证实了 阿你的脸书都发了嘛 我跟你说 New Talk 我跟你说公委已经在跑了啦 哦 曹毅有发喔 对 那我觉得 证实了啦 林非凡就是要去领 领那个民主基金会的钱了啦 你干的啦 对啦 另外有一篇 说林非凡人正在美国 参加美国国务院的 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交流啦 所以呢 所以我是觉得像媒体 每天报道那么多 你有因为谁报道某个新闻 然后就说 你有比他行吗 你怎样 你怎样 真的不是这样干 好我们刚刚在线上调查 结果出爐了 市邻北投区的立委选举 你会支持谁 侯汉廷73% 谢谢 张诗刚22% 吴诗瑶4% 总票数1357 这个就大家这个参考一下 郭诗刚 你应该感到安慰了 下次 这个你要留着 张诗刚刚来的时候 你要给他看 因为我跟人家PK 那个谁比较正 我才17% 加油 好我们带 我就念Downail 好我们节目 你看今天 帮大家找那么多料 然后我们Downail 大家也很有业 谢谢阿 ZXman Z01226 他说我们不需要毫无占力的立委 国民党立院党团的 吴占力还没受够吗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厉害 国民党有30多个立委 可是现在台面上 在打议题的 只有王洪威 只剩王洪威 我特别找他来 对阿 你看 现在理论上 应该要有分进合集 你30几个 你有5个6个 每天开不同的会议 大家做功课 你有王洪威简单 对 你打出一个名号 大家陆续的资料 就会给他 好 坏掉王洪威简说 非凡啊 从9万领到11万 是不是真香啊 非凡怎么不敢说说 跑到国会山庄 犯规PO文后 被怎么打屁股警告啊 非凡 胖 用班属说 领的比教授底薪 十万 四千七百一十还高 领四万 领十一万 他们说 用试啦 用土啦 零土万领什么 你们好会取名字喔 这个厉害 教授底薪十万吗 我记得没有那么高 教授很多才这个 那我跟大家讲 我举我为例 我跑一个月通告都没有十万 哇 姐姐 不断靠直播啊 我要做好几份工作 靠大家了各位 赶快抖起来 我真的讲真的 我36岁的时候 比李正浩通告多 我还主持 一个广播 两个电视节目 一个带撞一个快撞 而且我一集通告分是一万 这样清楚 我36岁多红啊 我现在59岁 我现在59岁 快变60岁老老了 我一个月跑好几处啊 我还赚不到十万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财产透明了没有 可以 威尼斯说 支持光勤检 让我们又有公正的平台 当当顿顿 说个人立场支持 徐晓星和高宏安 个人见解 如果高宏安在澳洲 他能否过关取决于法院判决的参照物 讲一个澳洲官司 多年前有个中国人养的狗 咬死了邻居的狗 被警察逮捕 并移送 一审按照相关 看守 相关这个动物法令判处死刑 然后关键时刻 那警察说了一句话 挽救了狗的生命 人杀人都不判死刑 狗咬死羊 为何判死刑 康朽这个当庭改判 狗入狱三月 狗主人罚款 1000澳元 这个就是典型司法判决参照物的改变 但是狗不用判死 这什么狗啊 狗主人是什么 这案例我觉得怪怪的 坏掉龙九说 感谢巴基哥发出大家期待已久的正片 虽然少了一个字 但我们能接受雪雪 那是什么 没有 你已经把大家的那个回忆 撒 你刚才回忆撒 滚 之类的回忆撒 他是说少了一个字 干 要干的好 好 坏掉龙九说 CSY到底能力要夺低下 他才能像你一样当网军解释一下 干滚 林阿比说 CSY可波 什么叫可波 不知道 找三个哭脸 没了 可波一定是有 可杯啦 可 你是早知道 可波 你怎么本来就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是刚刚念了一下 那你就脑筋一转就知道了 所以因为哭脸 哭脸可杯 你智商多少 我智商我不知道 但是我小时候有去 被老师叫去考那个什么 直游班 结果没考上 哎呦 我觉得你们都比我聪明 而且呢 那大家陆陆续 可波 林阿比说 这林阿比嘛 林阿比可波 可波 哎呀 这网路真的无奇不有啊 而且真的 老朋友 大家继续学习 那谢谢 我也跟你们学习到非常多 明天是823 你觉得明天会有什么大事吗 明天蔡英文也在进门 就 就郭台铭的主场 郭台铭会不会像上次 碰到赖清德 把他给他一个金门和平先生 对 会不会 你知道有一次哦 有一次蔡英文跟马英九 也是823 刚好都在金门嘛 然后呢 马英九好像在慢跑 然后蔡英文的车队 刚好经过马英九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结果呢 蔡英文他们就下车 然后呢 马英九跟蔡英文就握到手 有一次就这样路边巧遇 就死亡之祸 都讨论了半天啊 好结果 这一次会不会有这种巧遇 结果 郭台铭就 立刻拿一个那个 牛皮纸袋 里面装着我的金门和平倡议 交给蔡英文 我想郭台铭 一定会想办法 而且我觉得金门 那个活动就那么点大 小时候 小时候我看那个823炮战 那个电影 很热血 很好看 很好看 小时候我觉得 你知道那个 因为当美国人把大炮送来的时候 哇 那个反击 把这个共军打 不过下面马上进入 9月13到17号 我觉得那个 整个大选 整个会 全部都到齐了 剩三个礼拜 可是 杨敏有个观点 就是说 那个副总统 不能在 在那边变成鬼故事 不能变笑话 不能变笑话 那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所以那天 郭董要跟李嘉芬道歉 他一定是发现 这个东西有伤 当然了 因为你趁 不能乱点阴阳谱 你趁韩国瑜 这个不好 这个真的不好 所以 他非战之罪 是因为 谢典玲的文胆幕僚智囊 那个叫做 刘坤李 后来 他只是想 结果不知道 怎么走路 媒体就说 是他 这个已经是一根儿毛 变成一只儿了 后来还有一篇点谁 点什么 沈春华 第二篇点高宏 后来还有一篇 还有一篇 点黄珊珊 柯美兰 什么 陈佩琪 我的天啊 这个真的会 郭台铭会被这些人害死 而且呢 我们那些 有些不笑名嘴 不笑括的一下 还在那边 一来一去的 就是 这个文章就是要做就很多 加油添醋 因为大家就等于 没有尺度了嘛 那全部都送作堆 背后就在隐隐然 就在尺笑 郭董你找不出来 不然你找的都是这些 这种愚人节的游戏嘛 对啊 那真正 其实那个有两个人 我看是有 有一点点接近 就是 刘兆玄其实在背后 经常是被那个 郭董滋伤 然后 郭台铭他在讲 毕业的时候 他就常讲到毕举弦 只是说第一个年纪大了 第二个 他们意愿 不高 因为像他们 连政治都不想插 连专访都不想受访 对 你说像猪猪姐 像郝龙斌 那个我们都去邀了 而且我们是可以通话的 然后他会愿意聊的 可是他们就是 最近在避风头 都不愿意出来讲 因为是乱局的 等整个局归为一尊的时候 他们再来讲啦 好的 好 今天感谢您的收看 然后这么支持我们节目 然后我们也谢谢杨明 每周二我们都可以看到 黄杨明做我们的固定嘉宾 然后未来呢 也陆陆续续 我们会加入一些新的朋友 或是你们印象中的回忆沙 慢慢会请回来 包括巧欣等人 然后这个 有很多 像侯汉廷没有来过我们节目 对 就是之前不管朱大哥 当然我这台新节目 新朋友 然后就 希望大家看到不同的内容 然后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对 我们要放黄杨明回家了 那今天情人节快乐 还有几个小时 大家抱在一起 我最后讲个冷笑话 最后讲个冷笑话 最后讲个冷笑话 今天下午 要够冷 今天下午不是一直打雷吗 然后我们就说 七夕有牛郎之女 天雷勾动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人说他们俩吵架 连打一小时 真的啊 一直打 一直打 不是啪啪啪 OK 拜拜 拜拜 拜拜